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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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晋山在朝鲜某主席没有寒暄 直问主席 王晋山更是吓得结结巴巴 由于太紧张 他前言不搭后语 勉强讲完18欧师的情况 说道 18欧师受损失 我负主要责任 再也说不下去了 停了一下才说道 主席 汇报不到的地方 是不是请吴英参谋 主充一下 毛泽东点点头 吴英于是接上了话 战役第二阶段 在自隐里本来有机会 围住美军一个建制团 王司令极力主张吃掉它 说吃掉这个美军团和一个法国影 毛主席会拍手较好的 吴英第一次提到了毛主席 毛泽东兴到此 不由地点点头 还有 底下那些军长对这种运动战打法也都有些看法 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就那么窄 大兵团很难运回分割敌人 李其威摸透了我们七天的进攻能力 七天攻势之后 第一步攻华 我一自退 其实 李其威那个雌性战术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李其威学的是主席在游击战争中的十六次令 敌人战术变了 我们不变 还是硬穿强插 你追他一天 爬山越岭 敌人乘车一小时就脱离 相反 我军退战一天 敌人一小时就能追过你前头 十八 欧支持的就是这个亏 吴英再一次提了主席 还说了他游击战争的十六次令 毛泽东听吧 表情终于有了缓和 对王晋山说 你这个参谋说得比你有条理 他在为司令员变护体 然后 他说 你汇报的情况能拿出证据来吗 王晋山说 可以 吴英说 战役的两个阶段 我都记了阵中日记 敌情 我军部署都有详细的记录 毛泽东站起来 那好 把这个日记拿来给我看看 今天先谈到这里 王晋山如是重负 敬了礼 退了出去 王晋山和战友们随后 吴英马不停蹄赶回朝鲜 五天后 他带着自己的 阵中日记又赶回北京 晚上在附中南海 向值班军官递交了阵中日记和其他文件 他准备离开时 不料值班军官说 主席叫你进去再谈谈 吴英傻眼了 司令员没来 自己一个小参谋和最高统帅谈什么 硬着头皮 再次走进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示意他坐下 然后盯着他问道 你老实讲 王晋山有没有诱情情绪 没有 吴英不假思索地说 王副司令外号叫王疯子 打起仗就不要命 在朝鲜 除了他 没人敢在白天开车行动 出席问下彭总 刘邓首长和徐总长 他们对付司令都很了解 还有兵团下面的军师长 王副司令倒是有些轻敌思想 从不把敌人放在眼里 回去后 吴英才知道有人打报告 说王晋山在第五次战役中被敌 有诱情绪 故毛泽东有此疑问 一百八十师被俘官兵之后 毛泽东真按照吴英的提议 找了王晋山的老领导刘伯成 邓小平 徐向前等人了解情况 确认王晋山没有诱情问题 吴英两次为王晋山辩护 说的是实情 但是十分机智 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他在六重成立时 就是王晋山的老部下 是有名的战斗英雄 后来有人说 吴英救了王晋山 在王晋山接受调查期间 他的另一位老领导文讯 也专门找了毛泽东 说了王晋山不少的好话 这位老领导就是陈毅 其实陈毅算不得王晋山很亲近的老领导 他只在中原局担任副书记时 当过王晋山的短暂领导 当时陈毅在中原野战军 而王晋山不过是下面六重的司令员 两人交往并不多 陈毅为什么要为王晋山说话呢 自然是慧眼食材 且从朝鲜战争的大局考虑出发的 因此 他的话在毛泽东前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一百八十十倍减 损失惨重 最终王晋山没有因此而被斩马速 并且继续以副司令员身份担任三兵团代司令员 之后 他知识而后勇 又打出了令天下震惊的上甘领战役 陈毅的远见得到了证实 欢迎关注陈冠任微信公众号 CGR0000001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准备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